就是不讓她談戀愛 五年之內不去談戀愛 第一年沒歸了就賠我五個億 第二年就遞減四個億 第三年三個億 到最後一年找得合適的 你就一個億 包括有人追你了 你就要回報的 我知道一切的緣分都很巧 你知道她有跟我講過嗎 我也知道 其實我都看得出來 但我不究竟 我不知道 但是我沒有想過這些 你們倆從來就沒有誰誰誰的聊天 十六、七歲、十七、八歲 在新加坡上學 那個時候生活費不是很多 想賺點外塊 剛開始也沒有多少粉絲 後來我爸爸他們 掛著馬甲來給我刷的禮物 然後我就都知道 突然有一天幫我卡裡打幾百萬 三百萬、四百萬 天文數字 我覺得我站起來了 我覺得我這輩子都不愁起來了 球姐老實說你整容了嗎 肯定微調了呀 你對比我跟我爸 你們看不出來呀 每個人的命都不一樣 我主張說我命到事了 我心Gill Gill 我心的Gill 這也不是覺得我很紅 就還行嗎 我這個身份大多部分都是來看熱鬧 其實沒有幾個人會跟我說實話 來啊 我心裏的動作 會不太可惜 對於我 去看熱鬧 也要去看熱鬧 我猜 你今天不在賣熱鬧 你今天不爽 我今天有點胃腫 你今天在第一次來 昨天晚上自己做的牛肉焖 蘿蔔吃了好多好的 我跟他之间有一个5年的协定 就是因为上了热搜那个恋爱 有点受惊吓了 他就跟我说 他说不想谈恋爱了 然后我真的是把他当回事了 他也是真的签约了 就是不让他谈恋爱 就5年之内不去谈恋爱 第一年没归了 就赔我5个亿 第二年就递减4个亿 第三年3个亿 到最后一年 你找的合适的 你就1个亿 包括有人追你了 你都 回报的 你说你从一开始到现在 我都接了多少红包了 我都接了多少 那多好 你还能挣个外快多好 我靠你这个追求者赚外快 没有 我现在不是很想 没想 没往这方面想我 对 当你有天想的时候 我希望这5年 我觉得想的时候 可能得我公司上市 我才能想 递减啊 递减啊 现在你已经到了 已经少了一个亿了 我这扑扑扑扑扑的天天 我都不睡觉 我赚那么多钱 我怎么一刚刚赚明白 还不够赔的呢 那行 我觉得他选择了一个 让自己活得特别累 活得特别艰辛的一条路 但是 他可能承受的越多 将来收获就越大 安静 只能起来过 就卖这俩是吗 还有 看上次卖过的 你先看吧 我的嗓子已经好了 我今天给你们来点硬看 硬不硬 硬不硬 其实我妈都跟我说过 在你自己的眼里 或许你很累 但你比起其他人 在很多人眼里 其实你根本就不算是那种 最努力的人 你就能算 新二代里面很努力的 富二代里面很努力的 但你不是 人里面很努力的 他跟我说过这一句话 所以我也在想逼自己一把 你做一个公司 它肯定跟你个人收入 是不一样的 我这是工作 我这是创业 我天天我容易吗 咱去泰国那个 懂明白吗 那边去泰国 那边暂时还没有反馈 因为咱担起月底 排得太满了 排一杯 我们马上去了 我们就回来了 你有事 一场酒 一场天猫顺势一 还有啥呀 你排了好多时间 我那天跟这搭了一张单人床 哈哈哈哈 每天 你就是赚钱的机器 大家都觉得说 你看你说这些都是在装吗 就像球学有时候 他就说 你们总说你爸如果不是赵老师 你啥也不是 那我爸就是了 对吧 那我爸就是了 你还想能让我咋的 有钱就很有安全感 这是实话 我觉得我现在的生活 我不想靠自己的父母 你销量出来了大概是有40来万流水 不比那些做厂牌的赚的上 好好跟他们把价格聊一下 也别让人家亏 但是肯定不能赚太多 他非常直言不讳地说 赚钱还是很重要的 而他爸爸跟我说 你就告诉他赚钱没那么重要 你不觉得您挺领悟的吗 我不领悟呀 装收的那种 我也希望以后通过咱俩合作 就是你太不爱赚钱 就是我跟你分啥的 你都不咋那些什么 就是你在我身上投入的精力 跟你赚的钱根本就不符合正比 这也是我闹心的点 我给你讲那是你觉得 但我是怎么觉得呢 我是觉得 哎 求救走正路 三观正 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会比我赚的多少多少钱 现在三观不是被你带回来吗 我说不是抑郁了吗 咱俩想想赚钱的事行不行 你快丑死我了 赵老师就是一个普通父亲的一个愿望 只要我女儿健康 过普通人的生活就可以了 我爸就想让我过这种日子 觉得你跟小姑娘在那里折腾啥呀 学习你哥 你看 多管 那我就不行了 生在了一个这么好的家庭 然后过得平平淡淡 是一点冷也没有 一点脚也没有 这种日子我不喜欢 我们东北的家长 你让他承认一个孩子出息 特别费劲 包括我考研 刘备精 我爸都不认可 求求当初想创业 想自己去独立 他确实是想给父亲证明看 我就喜欢折腾 我不喜欢把自己的生活过得那么无趣 一辈子衣食无忧 这不是你应该有的东西 因为你没有通过你自己 双手赚到你也不配 我以后我生孩子了 我能跟我孩子说 你不是靠你老爷子一样 你是靠你妈 我挣钱我养我自己员工 对吧 我自己做的事 我希望我自己以后孩子过上好生活 其实普遍人都想的事嘛 我不希望我以后孩子 我养我孩子 我还得跟我爸说 爸你给我点钱吧 我最近怎么样 我不希望过这种 求求实际上这些年也蛮不容易的 它可能比别人更不容易 就是他顶着头上的一个光环 就是他可能要做很多很多努力 得到别人的认可和证明 可能是付出比我们更多的艰辛 但是往往很多人看到的是一个表面的 我一直活在别人的眼睛里面 一直活在别人的脑子里面 别人想象中的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但是我自己想象中的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别人都不知道 并且别人不认可 我原来在接你工作之前 我看到的全是直播 然后露出的你 当时我感觉就是大家说的所谓的整容脸 但是真正看了你之后 完全是两回事 说实话从小被人骂的我也挺闹心的 就什么都被别人折腊的 如果我做演员我就肯定有自己的人设 要么我是小可爱 要么我是性感犯 要么我是什么犯 他会分 但是我做一个企业家 其实他对我正常 我自己的生活 他对我其实连也没有很重要 我就 我活得很真 我就是为了做公司 我前期我就是为了赚钱 我直播我赚多少 我就告诉你们多少 我这单我必须赚你们五块 我会把这赚你们的五块 我给你讲明白 我觉得我现在就活得很真实 我说实话妞妞 你现在不拧巴了 就是你现在你自己的那个目标非常明确 我给你两年有抑郁症好了 狂躁抑郁都好了 对呀 你现在整个人的状态是一个和自己非常和谐的一个状态 不是拧巴了 不是自己跟自己打架 对 因为不是你我也不可能抑郁症好 我也不可能狂躁症好 就这些我都不会好 我现在可能还陷入一个特别特别 哎呀怎么说是你自我调节能力强 他还是挺聪明的 也不是 我那时候就 因为我那段时间就 我姐应该陪了我差不多一年的时间 基本都没离边 所以我就觉得我一定得就是努力去做好 这是我应该做的东西 爱哭 感性 那你觉得这五年协议还要继续呢 继续啊 继续 没事 你能保证你这五年 我能啊 能 嗯 OK 我也知道 我都知道 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我可以约束我自己的东西 我虽然知道他随时可以销毁 但是我从来就没有把销毁这件事情放在脑子里 我作为一个经纪人 我作为一个经纪人 作为一个姐姐我就要辅助他 完成他的梦想 它是一个是一个呢 经纪人的梦想不就是让你的艺人实现他最大的价值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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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工作呀 我老板在这呢 小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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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雅